然后接下来就是减和这个单因子 ANOVA的适用条件 我们就是可以看 Assumption Check 就是它这里的适用条件的检验 也是跟单因子一模一样 第一个这个Auto correlation 它是看那个资料有没有那个独立且随机 如果它是批值明显比那个显著的水准大很多 那我们越可以确定他们资料之间没有相关性 是独立且随机的资料 然后再来那个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常态性 就是看这个Shapiro Week 它就是看有没有符合常态分布 资料有没有符合常态分布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检定或是什么就是从QQ Plot 所有的资料点有没有完全贴着这条线 那基本上这算是符合的 然后Residual Plot就要稍微再加一些资讯来做补充 因为它这个就18个点了 好那我们从这个资料来说 它这个18个人因为现在有两个读变相对不对 那这18位个案用这个Drug跟Syrup这两个读变相的话 它是不是分成六组 就以这个资料表来看 是不是这18个人是分成六组 好那么所以这个残差你们会觉得奇怪 怎么看起来不像是有六组 对不对 好那么关键在于说 这个就叫稍微看稍微算你用那个 就要去算出这个平均级表 就是分组平均级表 好那这可以用在回归线性回归模型的选单里 好有一个这叫做marginal means estimate 好英文是marginal mean 这边际平均就是就是那个marginal mean 好estimate 它在这里可以输出图或是表 那我觉得看表比较清楚 因为有数字 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其中有这个没有接受 没有接受资料 然后吃这个药的药的这一组平均级 跟有接受治疗 然后吃这个药的这个平均值 两个平均值好像是最相差最小的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两组 相差不到0.1 只有0.6的样子 0.5 0.6 那所以这才会造成 就是说这个残差图 其中就0.5 0.6 这边有六个点密集的排在一起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那个每一组的残差 都是每个资料点减掉它所在的 组平均值 那因为其中有两组的平均值 贴的特别的近 所以才会让我们在这个残差图上 有看到的好像只有五个五个组的差别 那其实是六个组 你们可以这就是 就是你们可以可以加一下 对照这个table来做判断 我从这个残差中 我们可以知道 残差的各组残差 他们如果说每一组的资料点 都是落在0的周围 并且每一组的重叠越一次 就代表说同质性越高 那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勉强算是说 它的同质性是很接纸 他们是一份同质性蛮高的资料 最后就是看 好这边这个好像很快 上次走到前三题 因为讲要 第一次要讲的资讯很多 所以花了不少时间 但现在好像还不到 我开起讲还不到20分钟 就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好 好那再来最后 再来就是看那个多重比较有关系 那就是模型系数 model coefficients 在这个地方 你们有注意到 它是因为是没有交互作用的两个因子 那就是每个独变相之内 它有几组的两两比较 特别是它有三组就有呈现 以这个placeable为主的 好然后另外就是说 就是看有接受治疗跟没接受治疗有什么差异 好那不过请注意 它这边都是设定那个 嗯 就是设定说这个α大致上都是点05 也就是可以说是没有做校正的状况 好那这个请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原来电子书的图 13-24跟13-25 那这个那这张那这两个图 是用 是用那个 是用 阿诺瓦模组里面的多重比较选单去做出来的 好就是这个是13-24 那可以比较一下 它这边这一个反而跟那个 呃多重就是说是蛮是蛮接近的 就只是差说这边没有 没有 也就是说它这边 因为像这个sirip只有比较这两组 好然后这里的话 它是三组 所以两两比较的话有三组比较 那这都是还没有校正过的 那你们可以跟呃用用这个 用这个回归的方式比较一下 它就是它只是差没有自由度而已 没有提供自由自由度的讯息 OK 好 给大家多你们你们你们建议你们直接自己开电 开电子书比较比较一下 那阿诺瓦里面 有它有一些那个模式 等一下这个是下一个 等一下再来再来看 就是13.25是下一个 你就先看那个24就好 就是那它这边还有加一个QKey的那个P值 就是用QKey法去做P值的校正 然后再去再去给我们看那个 我们能不能够接受 某两某两组 他们之间的差异 我们可以判断说它是有显著的差异 好比较可以说只有这个 呃开发中的星药跟安慰剂之间是有差异 然后有没有接受治疗 呃如果是讲点零五的话有 但是讲点零一好像又不能说有 好 那老实说如果是在这种状况下 我都会宁可以比较严格的标准去看法 因为特别是如果跟这种 人跟这种那个 呃治疗方法或是药物疗效的研究啊 都是都会是用比较严格的标准去判去做那个判断 哦 OK 好 好那所以在这里哦 我就先给大家呃五分钟 你把现在是那个回归线性回归的已经 已经已经我们我已经带大家认识的差不多 请你们用anova的就是这个就要用那个anova模组 第二个这anova的这个第二个这个功能表 好你你那请你们呢用这个做做看看看可不可以得得得得到 跟这个线性模型版好就没有交互作用一样的结果好 你们先做做看然后我们等于五分钟后来对答案我就是也同步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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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n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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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